脆皮猪肉的老板原本在大陆经营物流 就在疫情爆发之前回国探望生病的家人 后来因为当地的疫情大爆发 就再也没有回去 他留在台湾苦思到底要做什么呢 突然想到在断工作时 自己最爱吃的脆皮烧肉 他开始研发 研究了大半年才破解美味密码 并且成为排队美食 回想这一路风风雨雨 最终靠着信念冲破困境 下午两点钟准时 铁门卷起的这一刻 围着炉心萤火 才刚跳完团结舞的脆皮烤猪 再不见客 粉丝们可又暴动了 可以招吧 可以了 滚了 觉得它蛮酥的 就像他讲的就是卡子 夹下去就会有酥酥脆脆的 你有买过吗 有 买好几次 买好几次了 这次都没有买下 三久吗 几点来排队 大概半个多小时 上次来比较久 真的喔 是现场排队 对 等多久啊 等一个多小时吧 值得吗 我觉得值得 店门口前 左一条预定取货的人龙 又一排排的又是 来不及预约想抢热腾腾出炉的队伍 没到周末这个时候 双方人马激战 一张张酒后不难的脸庞 尽管口罩都遮掉一半 肃杀气氛还是难点 周伟一握着剁刀尤其不敢松懈 总之埋头拼了命切就死了 半小时前就要stand by了 最重要吃饭喝水上厕所 刀起刀落 烤得酥香通透的脆皮五花肉 别说相思淋漓 色相让人经不起诱惑 就算对五还长得很 都还见不到货色 但刀下咔滋咔滋的声响随风入耳 光是乍听都要浑身酥麻了 变开不到一年 一天也才卖四个钟头的脆皮烤猪之所以爆红 靠的还真不是饥饿行销 因为背后光是一道清洗的工 就已经超乎想象 温体猪五花每天一早 得先用盐洗逼出水分 再来抹上小猪打折 可以在火烤时催化皮酥 至于撒醋 又能升天另一种脆毒 拌入腌料再到风干这一道 距离零失败出炉 其实还有得等吗 对 一定要把这个猪皮 它上面的水分 尽量让它风干到 就是像腊肉一样 进过腌料 猪五花可不像腊肉 只在冬天做 就怕忽冷忽热的深秋 一不小心让它直变了 强力风扇加恒温冷气 一吹十五六个钟头 邱伟一说这是最伤本 但也最安全的原则了 我现在会把肉的皮面 向炉心 朝炉心转正 转向炉心 让这个皮去受热 这是爆皮的关键 说到烤工简直处处是学问 邱伟一花了半年 摸索出来的工法 是把食成一分为三 猪皮先烤熟 到了第二阶段 再拉高火炉温度 烫出起泡的效果 起泡就像我们手被烫伤 会起那个水泡一样 我要呈现这个效果 然后到了第三阶段 我们会拉温度拉到 250至280度 就是要让它出炉起泡 起一个大泡 那时候这个皮吃起来 就会又酥又脆 广东的脆皮烧肉 其实它在皮的部分 它会比较薄脆一点 那我们的脆皮烧肉 因为有特殊的工法 所以它吃起来 我的皮会膨胀 有点像我们小时候吃的猪油泡 猪油渣的感觉 知己知彼 除了因为踏入这行 总得有所涉猎 九尾一堆正宗广东烧肉的见解 其实也因自己在深圳待了几年 疫情前 他原本在大陆经营物流 那阵子爷爷却生了重病 回台不到几个月 疫情月一报不可休息 想不到就这样再也没回去过 很多货物变成也没办法正常运行 那所以生意就受了影响 半年之后 我就把大陆那边的工作结束 然后就在贤富在台湾 关心股市行情 这一年其实不做事是很 有点痛苦说实在的 留在老家桃园 到底能卖什么糊口 他倒是没花太多日子 就想起自己在深圳 熟悉的脆皮烧热 尽管台湾小吃美食遍布 烤鸭摊也必必皆是 但纯卖脆皮烤猪的 却相对嫌少 于是买了烤炉 也请教饭店主厨 毫无餐饮经验的 他就这么毅然 一头栽进了脆皮猪的世界 我前面失败的大概已经损失了 将近五六十斤 接近一百斤的猪肉去 当然你研究 你不可能一次弄很多 你一次三五条 三五条 所以我反复试了二三十次以上 二三十次你猜一天两次 就差不多一个月就整天都一个月 就这边这样子发呆 然后看它是失败 无情 疫情 说来就来 改变得又何止猜云变 在最艰难的大环境下开业 当时的他 其实也只有三个月的本钱 我过年前 除夕前三天有试卖 其实我对面是公园 有很多阿公阿嬷 婆婆妈妈 不知道这什么都会来看 都以为是咸猪肉 因为不懂 他以为是咸猪肉 也没什么人买 我一天的银额大概就是五百块 你几号 229 229 冷冽的寒冬下声一起不跟着惨淡 只是说也奇怪 过完年刚好就那么在三个月快到的期间 一次部落客无意间的上门跟发文 隔天景况居然就天差地远 不仅手机里粉丝团以时来被人数翻升 订单更是彻夜响个没停 想得它惊喜全无 而是激进崩溃了 因为它一直想叮叮咚咚叮咚咚咚 整夜想不停 我不知道怎么去处理去关 然后因为我的FB的粉丝团也开了 但是它上面有预约功能 我也不太会操作 FB及LINE的订单 那两天大概超过一千六百多份 但是我实际那时候我一天我只能做一卤 我只能出五十分 谢谢 记得那时厨房断炊 他花了好几天一一向客人道歉 根本连考株的时间都没有 等到上了轨道再回头去想 如今在后疫情时代 当餐饮社团天天都有人抛售 生财气聚时 自己还能迎来人烟 被骂也许也算是幸福了吧 你去看我的一心都很恶心 几乎都是买不到 然后埋怨我给我一心 很远来 所以他很生气 就在我们店门口就是骂我们 你们开门做生意 怎么东西不准备多一点 我那么远跑来 都没有得买 你们在搞什么东西 周末公园旁马路边 每逢假日下午茶时段 排队的盛况依然惹来 过路人注目 偶尔在天上几个扯开 嗓子抱怨的 诱惑是给予批评指教的 如今也成为门前的工作日 虽然暂时做不到林复平 但邱伟毅有信心 既然他能用脆皮猪 整服客人的嘴 就定能以睿智收服本司的心